我们刚刚讲五个大魔王的行李箱 我该放在哪里呢? 就是如果五个行李箱 我算起来大概120公分宽 然后上下摆它是足够的 而且上面可能还可以摆其他的物件 所以你会发现 你光是这一个地方 它就有海量收纳 嗨!大家好!我是张欣 哇!今天这个单元好像很久没有在曝光咯 今天就到了平面图新解说的时间 那我想其实之前蛮多 就是朋友都期待这个节目的诞生 是因为我们会有增稿 然后解答大家疑惑 但是因为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太久没有拍了 所以呢这个以至于稿件越来越少 于是呢我们同事就想要开始作弊 说那我要投我家的 我不会让这件事情得逞的 所以说如果你有一些平面图的疑惑 或家里有一些譬如说 有一些你想要怎么变隔间 但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你可以再加入我们的这个秘密社团 然后选稿帮你做解说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帮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啰! 今天呢我们要探讨这个话题 我相信蛮多人都蛮有感的哦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 嗯... 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物价也高了 其实房价也高了 你可能购买到的空间并不是太大 但你又又有 就是海量的需求要收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我们会谈到的就是说 怎么去理解自己的收纳需求 我们可以利用装修需求表 来整理自己的需求 首先我回家的时候我进过玄关 我可能就会去思考 我有多少双鞋子 那我要来做怎么分割收纳 所以我需要多大的鞋柜 那现在我们还有很多 比如说这种什么电子这个 除臭啊 防菌的这种电子衣柜 然后你进到客厅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思考说 你电视去看多大的电视 然后你有没有这些 试听设备的需求 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计算进去 然后来做先前的规划 这个问题嘛 大家一定会说 那收到柜当然越多越好 可是其实你知道 家里布满的柜子以后 其实你会发现 整个空间会变得很紧迫很压迫 我常常是把这些收纳柜里 藏在走道里 因为它是最不会干扰到你的视觉 就是让你的 就是藏在空间 视觉上能够放松 那你真正收纳部分在走道 其实我觉得那个部分的收纳法 是很方便的 其实确实是你要去想到 你的家里的空间有多大 才来决定你 可以规划多少的储藏量 储物的空间 你可以改 想象成另外一种方式 比如说 它是一个站在走道上 它比较深的大的储物间的收纳方式 可是其实这个都是会根据你的空间尺度来决定 你能不能做到这样子的收纳房间 那其实我们在做平命规划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都会用一些过道的空间 然后可能稍微去拉一点 卧室的空间 让可能你衣柜的空间 让一点出来 给你的就是行李箱来做收纳 其实那是很方便的 而且你会发现 你视觉看上去的时候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收到哪里去 但是你会发现它是有序列的被收纳跟放置 那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是 我一样可以在走道上做一个比较海量的收纳柜 其中一柜呢 我就可以来放置像冬天的外套 因为它的那个厚度比较厚嘛 其实它可以放在比较下沉的位置 那上面呢 你手可以抓得到的地方 其实你就可以做棉被啊 被单啊 或者是多的枕头收纳可以往上放 像其他家人啊 小孩的房间的棉被 都可以放到就是说 公用的这个储物间来 然后我们把它 序列分好 其实你会非常好用 我们刚讲的大魔王行李箱 就是这个 它有5个29吋的行李箱 你知道29吋的行李箱 你去查一下 就是几乎它的高度 大概就是跟你的接近插波数做高了 然后厚度又蛮厚 可能到30、30几公分这种厚度 那你有5个 然后呢 因为它的坪数是23.5坪 然后他 住的人数是两大一小 然后三房两厅 然后主卧呢 就是他希望要有给你煎 来啰 主卧要有给你煎 然后呢 喜欢下厨要有电器柜 但必要是开放式厨房 那餐桌是希望有四到六个人使用 然后第四个呢 是 就是我刚讲的行李箱5个 然后第五个是 书房 他要希望能够兼有客房的功能 我们先看厨房 像这个抑制性的厨具呢 是元件上给你的 我觉得这个呢 其实可以不用去动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厂组的话 他需要有就是所谓的 比较多的这些平台嘛 我认为冰箱其实可以往外移动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厨房里面呢 等于是做成两个 厨具杆 这个他可以是电器柜 那是要我要一个立式的这种电器柜来说呢 还是我是以平台 那我等于是说有一些电器柜 我可能是下放 因为这个跟你的电器使用会有关系 有的人可能是买一些 日本这种小家店他可以往下放 或直接放在平台上 他也不一定要是立柜式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煮的话 平台对你来说一定会相对重要 所以就是你这边可以有平台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空间拉成一个斜角 因为你要做独立厨房 你的餐桌就给独立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开门的地方是往这边走 然后他可以用拉门的方式 那这个斜角墙呢 因为你知道喜欢煮的人还是喜欢看外面嘛 这个时候我这边就可以开一段玻璃 等于是我煮东西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子往外看 接着呢 我们来看到 我们刚影片有提到说 我们都会把 我会把收纳做在走道 那就会稍微吃掉房间一点空间 可是呢 他会为整个生活空间 带来很大的储藏量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利用 这一个的角落 我可以放置一个冰箱 他就在厨房门口 其实很好用 我们像电视一定会有机柜啊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做机柜 我们刚讲 五个大魔王的行李箱 我该放在哪里呢 就是如果五个行李箱 我算起来大概120公分宽 然后上下摆它是足够的 而且上面可能还可以摆其他的物件 所以你会发现 你光是这一个地方 它就有海量收纳 那足够是因为它说到它有更衣间 好我现在来解释这个问题好了 我这个地方退给足够的更衣间 然后呢 我就做了个衣柜 你会发现你走进去 你有一个更衣间 好像觉得收纳量比较大 其实没有 你会发现 我只要把这一柜往前移 它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我会把这一个空间 全部都吃给外面使用 我会退一点点 来做整个 那就是主卧的衣柜 然后这边就是床边 其实这边呢 其实就可以做 所谓的化妆桌的部分 很多人都会像这样的状态 他会想说 诶我的 厕所我是要做开门拉门 但我要先说 拉门比较会有声音 它会可能会干扰到 另外一个在这边睡觉的人 所以其实这一个案例呢 最好是用开门 就可以了 那这个房间呢 你可以沿着 这个地方 我们做一个平台 然后接着是书桌 然后我这样拉过来 我们的门就得改动 然后我的床呢 的白法 我就可以是转向白法 然后让衣柜 它变成是拉门的概念去做 就是你进来这个房间 在使用上 我觉得会比较舒服 就是因为它会有一个 颜色性的平台 因为如果你拆散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好用 那另外第三个房间 就是书房兼客房的空间 然后我们要解决 这边的电视墙 跟这边的餐厅的位置 这边是一个TV的电视墙的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倒过来 把沙发 摆在这个位置 那你要记得就是说 注意它建设公司 给你开窗这个的位置 我们都会想嘛 就是你在都市里面 你对你出去阳台的几率有多少 你可以不靠 但是你有点是跨过 然后再出去 其实也没有不行 接着 我们把餐桌坐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一个握榻型的椅子 然后呢 这边可以摆像这样子的 椭圆的餐桌 那这样子的话 四到六人 其实就可以了 这个部分呢 它除了书桌 还兼具 就是书房 还要兼具就是客房的功能 那我们就会建议 我的书桌的摆法 它是这样摆 然后这边做一个拉门 然后你的床 其实就可以摆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 其实这边就有书柜的部分 然后这边就可以延伸吊柜 这就是解出来的平面图 那接着呢 就是 其实 通常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你在规划平面的时候 大干你的立面的想法 其实就已经有了 不论 比如说 也许 你喜欢美式 或者现代 或者什么北欧 其实你在规划平面的那个当下 大干你的立面的雏形 就会有的 我现在这边是玄关进来 然后呢 那我刚说的 其实我这边它可以开一扇 就是 有这种玻璃隔窗的感觉 然后呢 这边它就会是有一个拉门 然后通常我都会比较建议 就是你进出厨房的部分的 这一堂门可以做成是 铝制的门 因为你的手 可能会沾了一些油腻或湿的 如果你做木门的话 有时候它不太好保养 那这个地方是鞋柜呢 那鞋柜的部分 我们就还是让它维持平面 然后到这个地方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 卧榻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部分 你系统也可以做下座 然后上面放垫子可以做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它就是餐桌的部分 那这种餐椅就不是那种 比较正式的那种餐椅 它可以是稍微低矮一点的 因为稍微低矮一点的话 它会跟 沙发这边的 这种做感比较稳合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拉起来 它做一个电视墙 那我们刚刚讲的 这边其实就可以一个 电器柜 它可以是玻璃的 然后这边其实就是 干干净净的一台电视 你也不一定要做什么食材 其实很简单的刷新鲜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边就可以做一个玻璃门 所以就是这一间 它其实并没有到那种美式 其实它美式可能只有在 那个窗的感觉 那我现在想象说 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大地色的状态 然后稍微浅一点的感觉 然后我进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希望 家里要温暖一点 所以我们呢 就可以用 墓地板的方式 然后我们在前面的玄关 加一点颜色 然后这个地方 它就是 大的收纳柜 然后这个是墙 书房的墙 然后我希望这边 整个都是满满的输出 然后有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说 其实在书房空间 它可以制造不同的这种 深层感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书房空间的 这些色系啊 其实可以让它稍微有一点 深层 然后我们可以 拉过来让桌子的感觉变淡 你就不会觉得 空间好像压迫 它会有点变化性 这个卧套的颜色也拉前 空间的感觉就会很舒服 那有时候空间放大呢 其实就是你可以把 那个木地板的那个颜色 整个铺到空间里来 好 这个大概就是完成的样子 它的频数是22频 然后它是 两个大人 那小孩顺其自然 希望的格局是两方 两厅 两位跟一个弹性的空间 它希望其中一个空间就是 具备小孩房 可能预备小孩房的功能 然后还有一个半开式的厨房 海量的衣柜收纳 男女主人的 然后就是 玄关有鞋柜的收纳 然后解决开门建造的问题 其实因为现在的 房子的频数规划问题 有时候其实为了要 精简这一些 你就会发现常常就是 门一打开 然后直走就是厨房 或门一打开 然后直看就是哪里 所以就是你如何利用装潢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会变得很重要 我先把格局画起来 然后我把这个空间作为是 给主卧更衣监使用 然后因为你看哦 这个衣柜我可以直接就把它画到底了 把空间往客厅推一点点 这边就是 小孩房的一个预备空间 这一个的空间动线呢 我们可以这样解 让它是一个 玄关的走道 走到底 然后把这一个墙 整个往后一直拉伸 那我们来让 比如说主卧的厕所 其实它是可以比较好用的 所以我把水槽啊 调动到对面这个空间来 然后这个是马屠柜子 但首先你要知道说 这个的窗户高椅 那 这一个空间呢 退后 变成这一个的被瓶柜 然后这一整个就是变成主卧的收纳衣柜 那我们在客厕的部分呢 我们就等于是往外拉 这个外面它就等于是有一个洗手干区 然后我可以把水槽 调过来这个位置 这边呢可以是一个 壁挂的柜子 然后我的镜子呢 可以是用这个地方来做使用 它打开里面可以放东西 那当然 这个方案它也可以改成 我的门开在这里 然后让这个是外露在外面的空间也可以 主卧的配置呢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空间的需求量 收纳需求量大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是有窗台的部分 然后是把床 它是单边往上靠 然后呢 这边它可以有一个 深度30到35公分的柜子 等于是说 你开门以后 这个地方可以放一些 比如说 站立私人 你可以在这边做保养 这整个都是衣柜 这整个都是衣柜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还可以放 就是自己私人的物件 好 那小孩朋友呢 配置呢 我们就可以是 这边是衣柜 然后这里是书桌 那书桌建议是买 活动就不要定做 因为有时候真的你有 再有小孩的话 你会发现等到他做 住到大的时候 他就会希望这里不要是书桌 他这边是一张沙发 接着 餐厅我们要怎么结呢 跟厨房部分 我们在厨房呢 其实 可以做成是一个 就是开放式的 餐霸是这样做 然后在这个地方 是做 有隔断的 就是说 他这边可以用那种玻璃门 可以打开的 然后是这样子的开门 进厨房 那我说这个冰箱的位置 我就会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的转角 就可以给外面使用 目前这样看起来 应该是够用的 这个地方呢 可以当做外衣 外出衣柜 这个地方可以做35公分 放鞋子的部分 他可以做握踏式的摆法 然后这个地方 他就是整个玻璃 可以穿透到外面去 所以就是视觉上 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所谓的 就是落成区 一直做到这个地方来 等于是说你在这一格的区块 全部是贴砖的部分 鞋子可以穿进来 然后透过这一条蓝线之后 我才是拖鞋的区块 其实他一开始在来洽谈的时候 其实他的收纳需求很多 然后就是说 对于像 也很注重风水 那这个空间是31坪 然后人数是 两大一小 跟两只猫 然后期望的格局 是两方两庭两位 然后有养海水缸 然后习惯在客厅用餐 那因为风水考量 他必须还是有一个餐厅 但是因为我们让餐厅变硬成 以后还有其他的功能 然后厨房他要 迁入式的电器柜 然后物品要有很多的收纳空间 就是我们现在进到玄关空间的时候 就是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做出 男女舞组都喜欢的这种 比较有一些时尚感的这种味道 包含就是我们家居的单品 都选的比较时尚 然后搭一个闭灯感 再往内走 跟一开始 屋主想要那种什么 很重风水啊 这些 其实最后的成品是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在 沟通的过程中 双方的这种共识 达到一致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跟屋主讲说 如果你有风水考量 就必须考量到说 你整体呈现的样子 那双方互相了解 你的所知在一个平行点的时候 最后呈现就会是你想要的住宅 然后是美美的风格 然后又很实用 然后因为我们都在讲说 原来其实 因为要的收纳空间很多 所以我们会有几种收纳的方式 一个就是我还是让它 把电视柜的整体感做起来 然后两边它可能有一些 比较漂亮的柜体 所以整整体的那个客厅空间的感觉 你会发现你八二设计感觉就是这样 我只要以后变换颜色 或者把抱着的颜色变掉 或者是挂画变掉 我就可以呈现不同的这种风格感 然后这个呢 其实就走到底 它完全就是很长的收纳柜 可是你看起来的视觉感 它都是干净的 但收纳功能是很强的 那我们刚刚讲说 因为在风水考量 这边必须还是要有一个餐厅空间 其实这个空间呢 它就有点像你下午茶的位置 或者是说 一小孩子如果你有时候会请家教来的空间 可以在这边使用 它不一定需要在这边用餐 所以在家具的选择 你也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然后整个空间的基调 全部都是以灰色调 那将来你可以换大地色 或者是你可以换那种比较 重色一点的刷漆 或者是接近一种很淡的灰白色 就可以改变你空间的风格 接着像厨房空间 你会看到就是图面上 我们完成的成品呢 其实是在厨具跟厨具 跟原来的像电器柜冰箱做过对调 之后完成的样子 那我们把冰箱放在正中间 为什么 你放冰箱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买冰箱 那个门都很厚 打开在角度 所以冰箱在正中间 然后厨具 旁边的电器柜是退后的 这样子你的门才有办法打开 那因为在男女主人的卧室 其实他们就是各自要各自的地盘 男主人呢 就把电子衣橱放在就是他的领地里 就是他的衣柜那一排里面 然后等于是说男女主人的衣柜的空间 它是分开来的 有时候呢 如果说你都是在统一区的话 难免男主人的很容易被你 就是女主人的给侵占掉 就是像我家一样 就是我们家男主人的衣柜本来是 比较长的 但是他就被我侵占掉一半的空间 好 那你会发现就是说 当我们把收纳的分也分得很清楚以后 我们留给睡床区 其实他就没有所谓的柜体 女孩房的空间呢 其实一进来的部分 我们把功能性的收纳全都做在前区 然后后续就是都是做活动家具 因为方便以后 如果他大一点的时候 他透过家具的变动 他可以随时变换自己的房间风格 同样的582设计概念 就是在这里会出现啊 以后如果你想要改变你房子房间的样子 你只要换掉你的家具 改变你的刷色 你就可以换成另外一个空间风格 看完今天我的介绍 不知道你对于今天的内容呢 有没有什么反馈跟感想 其实我很喜欢跟我的屋主 比较很多就是收纳的部分 因为有些屋主收纳的这些习惯 确实很强 有时候我可以从 跟每一个屋主的对凡当中 在他们的生活经历当中 得到很多的东西 那我不知道呢 你有没有什么棘手的物品要收 你不知道怎么收 或者你是一个收纳高手 你欢迎在底下留言来分享给我们 就是你是怎么收纳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那如果你有一些 比如说平面图的疑惑 或家里的一些 现在自己家里生活的考量 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计算进去 车子站 车子站 车子站